因為現在離晚上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等一下會去後面大火大叫 對 開始 開嗓 我們都知道了 不然就 這次大時代要回來了嗎 就拍來推 這個 民視的人也在這裡嗎 要不要直接問他們 是沒有啦 他們有遇到嗎 他們有遇到嗎 有遇到了嗎 有有 那我不用就幹嘛 我剛剛 我剛剛 對 還好 我剛剛一跳藝校師 他們都不知道 好 我也不知道 好 沒事 大家講一下 對 然後先介紹我們今天就是 就是沛琪 然後那個 琪安 然後撞撞 這邊是沈飛 對 所以今天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會成歌這樣 對 一起都會有表演這樣 有個別的表演啦 但是我比較沒有 我必須要請她陪我這樣 哈哈哈哈 別這麼說是我的表演 所以 我會講一下你們今天怎麼過的情節 你們的情節 既然都是劇哥 我們要去工作吧 哈哈 對啊 沒有 其他人 沒有 我也是在工作 我在拍舞台劇 下個禮拜要演 嗯 文娃娃娃娃娃 對 應該要回去吃 就回去吃禮拜 對 因為我的家 我是陳肥 有的家在高雄 那都會避開一下 這個我們親子的監督時段 對 下個下週文家 跟你們相聚一下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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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笑的 好笑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週末 當然是一個尖峰時段 避開尖峰時段的話 會隔到下週 然後 把姨姨奶奶然後媽媽 然後一起做飯一起吃飯 度過這個美好的五千集 嗯 九女友完整齊 好 真好 哈哈 哈哈 怎麼會 是哪一招 可以多說一點嗎 多說一點 其實就是 今天的竹子 就是 我們只是陪襯 我們其實真的只是陪襯 對 因為小可樂國劇團裡面的 所有的小朋友 他們 每一個人 生活起來 其實都比一般的人 辛苦非常非常多 因為有一些可能是自閉症 有一些是過動症 也有糖寶寶 對 然後其實不但他們自己辛苦 那照顧他們的困境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 在這個劇團裡面 大家就是聚在一起 其實這個劇團簡單來講 是用愛 凝聚在一起 對 用愛熱溫暖凝聚在一起 他們每個禮拜 貝爾都會在 在華社裡 進行訓練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每個人的進步 就是真的很棒 那 如果有更多需要幫助 也是這樣的小朋友 也可以 我們就是 加入這個劇團 不要管理大家 不要說 好 祝福之前就是 你 你